大脑开始萎缩,身体一般会出现四个反应,要提前预防,人的大脑,这台被赋予了世界上功能最全面,储存量最大,程序最复杂的电脑,作为神经系统的高集中枢,它主导着人体的知觉,运动,思维和记忆等重要功能。 然而,当这台电脑遭遇不幸,出现缩水现象时,就如同一片茂盛的森林受到了猛烈的砍伐,脑细胞大量受损和死亡,这些主导功能也将逐渐丧失。 在众多脑部疾病中,脑萎缩是一种既常见又高发的疾病,其严重性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据相关医学文献指出,脑萎缩将成为21世纪的流行病,严重威胁到人类的晚年健康和生活质量。 目前我国脑萎缩发病人数高达600万,这一庞大的数字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我们。 脑萎缩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脑萎缩逐渐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30岁左右的脑萎缩患者在临床上已经屡见不鲜。 什么是脑萎缩? 脑萎缩是指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脑组织体积变小,细胞数目变少,脑食质减少导致脑勾增宽变深,脑势也相对扩大。 这是一种病理学描述,也是很多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像学描述。 脑萎缩的症状表现多样,取决于萎缩的部位和程度。 当控制机体运动的神经通路受损时,可以引起不同程度的运动机能下降。 脑萎缩一般发生在什么年龄段? 脑萎缩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段,但最常见的是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发生。 随住年龄的增长,脑血管逐渐硬化甚至出现斑块,使脑血管逐渐变窄,这时脑组织开始进入缺血状态。 因为血液灌注不足,脑组织营养缺乏,于是开始萎缩。 同时,高血压、动脑硬化等疾病的发病率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也比较高。 这些疾病也容易导致脑萎缩的发生。 脑萎缩是否就意味着老年痴呆快来了? 脑萎缩并不意味着老年痴呆即将来临。 虽然脑萎缩和老年痴呆阿尔茨罕莫病都与大脑功能退化有关,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脑萎缩是一种病理学描述,指的是脑组织体积变小,细胞数目减少,脑实质减少导致脑膏增宽变身,脑势也相对扩大。 老年痴呆,医学上称为阿尔茨罕莫病,是一种发生于老年和老年前期。 以进行性认知功能障碍和行为损害为特征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变,它的症状包括记忆力轻度受损,认知功能减退,语言障碍等。 大脑开始萎缩,身体一般会出现四个反应,要提前预防。 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大脑由数十亿个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 正是这些神经元的相互连接,使得大脑能够执行各种功能,包括记忆、思维、情感和行为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开始逐渐萎缩。 神经元因此逐渐减少,这会导致突出逐渐失去。 突出是神经元之间传递信息的桥梁。 这种神经元和突出的丧失会导致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下降。 老年人常常会遇到记忆力减退、思维迟缓等问题。 这些都是由于神经元和突出的减少所致。 语言出现障碍 随住时间的推移,大脑逐渐开始出现萎缩的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可能会出现多种不良反应。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语言出现障碍。 当脑萎缩比较严重时,患者可能会出现语言表达方面的困难。 甚至会发生试语的情况,试语是指患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或者无法理解他人的语言。 这种情况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患者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沟通。 同时,试语也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例如吃饭、穿衣等日常活动都会变得非常困难。 运动障碍 当大脑开始萎缩,身体会逐渐出现一系列的反应。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运动障碍。 这种运动障碍通常表现为肌肉无力、僵硬和协调能力下降。 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到日常生活。 在初期阶段,大脑萎缩的症状可能只是轻微的肌肉无力或僵硬感。 但随助病情的恶化,这些症状会逐渐加重。 肌肉的萎缩和无力会导致行走困难,无法完成精细动作等问题,甚至可能导致瘫痪。 性格改变 正如那句俗话所说,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确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是独特的,难以轻易地发生转变。 然而,在脑萎缩的情况下,这一规律也会被打破。 脑萎缩患者的性格往往会发生显著的改变。 他们可能不再喜欢与人交往,总是选择孤独和沈默。 以往的兴趣和热情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对生活的无望和郁郁寡欢。 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沈闷和压抑,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霾所笼罩。 什么因素会增加脑萎缩的发生风险? 年龄 随住年龄的增长,脑组织会有一定程度的自然萎缩。 老年性脑萎缩是与年龄相关的常见现象。 遗传因素 一些遗传性疾病和基因突变可能增加患脑萎缩的风险。 例如家族性脑萎缩和某些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 高血压 长期患有高血压可能导致血管病变和缺血性损伤。 进而导致脑组织萎缩。 脑血管疾病 脑出血 脑梗死和缺血性促重等脑血管疾病会导致脑组织损伤和萎缩。 长期酗酒 长期过量研究会对大脑产生毒性作用,导致脑细胞受损和萎缩。 脑窗伤 严重的脑窗伤 如颅脑外伤可能导致脑组织的损伤和萎缩。 慢性病毒性肝炎 乙型病毒性肝炎和病型病毒性肝炎等慢性病毒性肝炎可能与脑萎缩风险的增加有关。 脑肿瘤 脑肿瘤和其治疗过程中可能导致脑组织损伤和萎缩。 如何预防大脑萎缩,增加锻炼,可以跑步、跳舞、游泳等,这些都属于有氧的运动。 可以使大脑得到充足的氧工,不再让大脑缺氧。 平时也要多看看书,写写字,而且要多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刺激大脑皮层不断有新的起点,可以防止脑萎缩。 积极防治某些全身性疾病,尤其是影响血管健康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等。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经常读书看报,写写算算,有规律地运转大脑,不断促进大脑神经及感官信息运动的活跃。 有利于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推迟脑细胞的老化,延缓脑萎缩的进程。 经常锻炼,一周至少进行三次运动的话,能够防止大脑萎缩。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即使基因中含有痴呆症蛋白POE14的高危人群也有效。 科研人员推荐的锻炼方式包括,散步、慢跑、游泳、骑车、甚至费力的家务也可以。 脑部萎缩,巴林不痴呆,这二种补脑菜要经常吃。 补脑抑制,鸡蛋。 鸡蛋中含有较多的卵磷脂,可使脑中以先胆碱释放增加。 提高记忆力,老年人每天吃一、两个鸡蛋,对健康很有益。 鱼,鱼是促进智力发育的首选食物之一。 鱼头中含有十分丰富的卵磷脂,是人脑中神经地质的重要来源。 可增强人的记忆、思维和分析能力,并能控制脑细胞的退化,延缓衰老。 鱼头中含有十分丰富的卵磷脂。 鱼头中含有20丰富的卵磷脂。 感谢观看